哈囉大家好 我是為人吉白講壞吉白的吉白名 最近吃飽害嫌我又回來繼續錄這個幹話設計模式 希望大家不期不待不怕傷害然後繼續等待 我們這次要討論的主角是Service Layer 之前有follow過我幹話設計模式系列的影片就知道 我們的商務邏輯都會放在Domain Service裡面 也就是畫面中心這塊 現在要討論的是Application Service 也就是Service Layer 雖然名稱有點不大一樣 但基本上大家要通稱這是Service Layer 目的是要將Client端和商務邏輯端做區隔分離的介面層 真正的商務邏輯還是放在Domain Service裡 為什麼要多一層Service Layer出來做區隔呢? 這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嗎? 我等等會用一個SOA架構的範例來解釋這一層的好處 什麼是SOA呢? 什麼是SOA呢? 就是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服務導向架構 至於它需要遵守哪些標準後面來慢慢說明 這是一個常見的中等規模系統架構 看畫面上這些紙系統的組合 就知道有關於電子商務在使用的 其中每個紙系統都擁有自己獨立的商業模型 商業邏輯和規則 每個紙系統都會連接到共同的資料庫 將自己的商業模型存到資料庫裡面去 其中訂單管理系統、電子商務前端網站 還有退貨系統都需要使用PayPal服務來做交易 再來幾乎所有紙系統都會使用Email來發送通知 大家都需要連接到SNTP伺服器 目前乍看沒有什麼問題 很普通也很常見 我們來想想 當成年累月下來 系統變成一個怪物後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注意喔 前面說到每個紙系統都擁有自己獨立的 商業模型、商業邏輯和規則 所以很多時候重複的功能相同的邏輯 就會存在不同的紙系統當中 下面舉兩個例子 來看第一個例子 退貨系統會更新庫存 庫存系統也會更新庫存 更新庫存這樣的功能就會被重複實作出來 再來看第二個例子 訂單系統有查詢訂單的功能 客服系統也有查詢訂單的功能 查詢訂單這樣的功能也會被重複實作出來 有重複的功能要去維護更新就會大大的不容易 再來想想 如果多個紙系統都依賴同一個資料表 那只要這個資料表欄會做異動 每個牽連到紙系統都要跟著去做異動 當然這種情況只要漏改任何一個地方 系統可能就會發生嚴重的異常 我們從人事的角度來看 資深工程師才能了解系統的錯綜複雜 老闆要花很多的錢才能把資深工程師留住 新技能工程師面對龐大的怪物學習成本非常的高 很容易學不好反而變成BUG產生器 現在我們來導入SOA的架構來進入這個電子商務系統 我們把會使用到的業務邏輯核心都抽出來做成服務端點 這樣就不會有重複的邏輯和程式碼散落在各個紙系統當中 當然服務端點大家可以用各自熟悉的Web API WCF或RESTful框架來實作 對於外部開放的紙系統現在只有很薄的應用程式邏輯和UI表示層 他們就是我們講的Client端 單純去call服務提供的方法而已 這是SOA架構的四大原則 有的也會講十大原則 當然定義的越細越好 不過這些都是太學術 而且每個流派都有一套論點支持 我想如果花太多時間解釋也是失去焦點 我的影片不想搞得那麼長 你媽真的是他媽更好網頁 接下來我要用SOA的觀念來做一套 含有ServiceLair區隔的訂票系統 這裡分成兩大部分 Service部分和Knight部分 這裡我採用了微軟WCF來實作資料交換的部分 再來看看Service這邊 中心用Domain Model模式包起來的業務邏輯 外面一圈Contracts合約 什麼樣的合約呢 這個合約就是由Service告訴Knight端 我提供了哪些方法給你呼叫 透過Data Contract來定義傳送的資料模型是什麼樣子 Repository就不用講了吧 再來HTTP Host裡面是沒有任何程式碼的 它是吃Service那層的程式 基本上HTTP Host可以和Service這兩層寫在一起 但是分開來可以做得更有彈性 哪天我想換成Restful API 只要換掉HTTP Host就好了 再來看看Knight這邊 WebShop只是一個SV檔內的網站 提供UI呈現 透過Service Proxy來呼叫遠端的HTTP Host 這個Client Service的關係就是我們訂票服務系統的架構 主要架構講完 來講Service這邊最常會用到的幾個設計模式 第一個是寫API最常會用到的Message Pattern Render Message Pattern 包含了Document Message Pattern 還有Request Response Pattern Document Message Pattern在做什麼呢 我在對外部開放的API有一個方法叫做Retrieve Customers 它是一個多載的方法 但是它的參數是多個單純形態 如果今天API更新有任何的參數方面做異動 例如多一個參數少一個參數 Knight段也要跟著更新合約 不然有可能會面臨到找不到方法的問題 我們把參數封裝起來作為Data Contract 也就是畫面上看到的Customer Research Request 未來我們對參數的異動也就是異動合約的屬性 不至於會影響到Knight段找不到我們的方法 那Request Response Pattern在做什麼呢 把回傳的物件換成Customer Research Response 這樣看起來只是換一個回傳的物件而已啊 這個Customer Search Response類別 除了包含回傳的主角Customers之外 還包含兩個屬性 Success和Message 告訴Knight段呼叫這個API成功與否 記得要遵照這個模式去命名傳入及回傳的模型 傳入的模型後綴要帶Request 回傳的模型後綴要帶Response Reservation Pattern是這樣的 如果我有一個流程需要呼叫同一個服務的多個方法來完成 這意味著說中間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此時就可以在執行第一個API的時候建立一個保留ID 讓後續的動作可以根據這個ID來繼續完成 但是這個ID也不是讓你無限期的等候下去 保險起見要設一個過期的期限 這個Item Port的Pattern 目的是為了防止開一段過度的存取訪問 你看我用ColorationID來做識別 如果存在Catch的話我就從Catch拿出來 不然的話我就去從資料庫找並存一份到Catch當中提供下一次使用 先來看一下訂票系統範例的檔案結構 可以先到我的Github上面下來 前面說的我們把專案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Service部分跟Colign部分 我事先先建立了Service的專案檔內容包含了這幾個專案 再來是Colign的專案檔裡面包含了這幾個專案 注意Contracts跟DataContracts這兩個專案都會橫跨Service跟Colign這兩個部分 來保證溝通的合約是一致的 我現在直接點兩下方案檔 把我Service部分的Solution提起來 好 專案提起來囉 先來看看合約部分 Contracts 它只定義一個介面叫iTikiService 這個介面對外公告我有開放哪些方法可以讓人家呼叫 第一個Reserve tickets 它這個是保留票的這個功能 第二個Purchase tickets Colign這個API就表示它真的去買的票 再來看一下DataContract 它只負責定義傳入和回傳的模型 回想一下我們剛剛的Message Pattern 傳入的Class我們都在後面加了Request的後綴 有沒有 那回傳的Class我們都在後面加了Response的後綴 Purchase tickets response Reserve tickets response 回傳的Response呢它有一個責任就是告訴 clign一段呼叫成功與否包含哪些訊息線索 所以呢我們就定義了Response的抽象類別 這邊有Success跟Message這兩個欄位 那你 Reserve tickets response呢就繼承了這個Response 這個Class 那你就會包含這兩個線索 再來我們看看HTV Host這個專案 它是我們Service端的宿主 等等把專案run起來的時候它就是一個沒有UI的WCF服務 這個WCF專案要注意的幾個地方 就是第一個說我要去跟WebConfig這邊去定義說我有一個合約 我的合約是IT Service 我是放在這個專案裡面去 這個Namespace的這個介面上去 就是我們剛剛訂的這個 這裡 好那再回來 那我這邊這個只是一個界定的名稱 那你隨便打的沒關係 那為了好維護起見 我們還是用Full Namespace再配合這個Service名稱 去把它定義這個名字 好 那來看這個.svc這個檔案 它其實應該要配對一個.cs檔案 就是說我可以在裡面撰寫程式 但是我在這裡我把程式抽掉 你可以看到我的Full Namespace是 Service.tikiService 所以我的Service是在這裡 我的Service其實是在這裡的 然後再回過頭來給你看 那我刻意不把這個專案件好 它D4幫我起的Service1刪掉 那你可以來看一下 來開啟 好文字編輯機開起來的時候 它其實定義就是說 我對應了哪一個clays 它的copyhide介面在哪裡 copyhide檔案在哪裡 那我這邊就沒有copyhide檔案 我只有跟它講說對應了哪個clays 好來看這個Service這個專案 我們剛剛有提到有一個叫idempotent的這個設計模式 那主要是為了說 防止去對我的web去做大量的存取 那我剛剛有可能說我用一個保留門票 那我保留完門票之後 我繼續再去對這個門票做購買 我為了防止重複購買這個動作 我用了idempotent這個模式 那就是在這邊 我去檢查它是不是已經買成功了 那如果買成功的話 我就直接去return寄有的訊息給它就好 我就return寄有的訊息給它 在這裡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就進到這邊去 就確定把這個票先買下來 那當然也是要檢查說 這個票的保留ID是否合法 這裡主要還是靠這個 Message Response History 去幫我們實踐這個itempotent這個模式 那他的class就在這邊 那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反正就是先把所有的歷史資料 都存到這個 這個dictionary裡面來 就這樣子而已 剛在模式介紹的時候 它是用一個catch嘛 那你自己可以把它改成radis 或是其他你喜歡用的catch 那我這邊是懶得再多做這個原件進來 這樣子 我來看看repustory這個專案喔 看下去其實它也沒什麼 它就是去localdb這邊去把資料做讀寫的動作 那有空可以看看它到底在充它小的 那這個db呢 我是放在htbhost裡面的appdata這個資料夾下面 那你下載我的專案之後把它run起來 你可以看看這個資料庫裡面到底是什麼樣的data schema 這還是model這個專案呢 那有在follow我之前 幹話設計模式的時候就知道 這model裡面呢 都是放這個domain model還有domain service 那就是這個領域的領域模型 還有一些商務邏輯放在這裡面 像是買票的時候呢 我這邊就去 欸 沒有 這只是單純領域模型 這event就是我的 買票的場次 有哪些場次可以買票嘛 那我這邊可以檢查說 位置夠不夠啊 還是說可不可以買 是不是已經被預訂了啊 商務邏輯都寫在這裡 event這個模型裡面去 我這邊是 看到這個factory的時候要提一下 我前面講的那三個模式呢 是企業模式 不是在傳統常說的23個設計模式裡面 那所以特別要在這邊強調一下說 等一下不要來泡我啦 呃 這邊就兩個factory嘛 一個是tiki purchase factory 還有一個是tiki reservation factory 那就是去把這個 domain去建立出來 domain model去建立出來這樣子 好 最後一部分我們來把這個 看來端的專案叫起來 好 專案叫起來了吼 可以看到吼這個 contract 跟data contract 在client端跟service端都會有 因為這是要確保說 我們兩邊呼叫的合約是一致的 好我們來看這個 service proxy這個專案吼 先來看這個tiki service client proxy 這個類別呢 他繼承了client base client base他又帶了一個這個 iTiki service iTiki service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合約 contract合約 那就知道說 遠端service有哪些方法可以用 那這client base呢 他是為了要提供一個能夠呼叫遠端 wcf服務的一個client端 所以你繼承了這個client之後呢 這個tiki service client proxy 他就可以有呼叫遠端 wcf服務的這個功能 那當然啦 你符合合約嘛 所以你這邊這個channel 就有他合約的這個method可以去使用 好再講這個tiki service fassar 這個fassar呢 是23個設計模式裡面的fassar pattern 那由於他實在是非常簡單 我也就不再把YML圖拿出來講了 他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把複雜的東西包裝起來 那你對外部 外部只要呼叫這一個方法 那裡面做一堆複雜的事情就好了 那這是什麼複雜的事情呢 就是說 我傳個EventID跟我的這個票數 那我就去呼叫 遠端service的這個API 那再把他拿出來的response的結果 轉換成我應該present出去的一個present的model fassar pattern簡單來說呢 就是簡化程式嘛 那你在外面看不到他裡面做這麼多複雜的事 嗯...言不見為盡啦 就這樣子 好最後這個 EventX webshop這個專案呢 他就是簡單的一個ASP檔案內的網站 那他去call service process的邏輯 那再做一些HTML UI的呈現 那我這邊就不多做解釋了 那我等一下直接把這個專案run起來讓大家看一下 也把專案run起來嘛 那我們 註意一個是client端跟service端 所以我們要先把service先起起來 Service 好那我就直接 好那我就直接 記得喔要把這個HTML host 設定為起始專案 好那就直接run起來 run起來我們是在根目錄下面嘛 那你要確定你的程式對不對的時候 你可以先點一下這個tikiservice.svc 那如果這個畫面有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專案正確正常 那你注意看一下這個網址 等一下就是這個 有logalhost的帶破號 那你是49110 那為什麼要寄這個破號呢 你就回過頭來這裡看 我們剛剛的webshop這個專案這裡 那我要 我剛剛有一個 呃 service proxy裡面 有一個client base 它是一個呼叫wcf的一個物件 那我在這邊呢 就要去設定一下說 我遠端的end point 我這個client的end point 我要呼叫遠端的service 是網址是多少 那我這邊就要給它 帶上去 改好49110 可是你回家run起來 一定跟我不一樣 那你記得要把這個破號改掉 那我這邊的webshop的client端 才可以正常的呼叫到service端的服務 那我就把這個run起來 OK 補充一下 wcf其實很麻煩的啦 那切到剛剛這裡 他必須要注意這 address binding跟contract 那由於這個影片是講設計模式 我就不提wcf 那wcf是一個很複雜很龐大的議題 那我不適合在這邊解釋 那我只是說wcf很適合用這client service的架構去做服務的溝通 好回過頭來我們繼續來買票啦 那 成人展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最好也來找我做業配好了 我最近也蠻缺錢的 那我先買兩張票 然後保留結帳 OK 那我現在已經說先有先幫我保留兩張票 那我真的需要做place order的時候才是做結帳的這個動作 你看那我現在就是買票成功了 那我再按一次 他就不會再有任何反應 不會讓我多買好幾次 那就是剛剛 靠剛剛的這個catch的方式幫我去做一個 流量的緩解跟處理 好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就請你幫我的影片按下喜歡或分享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就請幫我按下訂閱 謝謝